江亿志华华股社两店 从此一半十五年度江亿志特色店家 形象在着保障纪委 为合专业的设计图团队 协助店家来进行到 华为提升行品牌在着 第一在江亿检查行 基盘到成果发表会 江亿设计每个业者 包括江亿检查行 英雄行丁丁在地的六亿店家代表 还有范特市白水设计丁丁 四周的设计团队 含甲基市长吴敏会作会 来发表设计改则的性格 让人们看到相当惊惊 该市长吴敏会表示 有立宿文化帝文理通计区 是该市重要的象征 因此成为旧城活化的重要企业 旧城活化是该市重要基监 极为的一页 从设计来到立社区地理 发表该市的水 让老家中心转世 该市新的风景 让该市可以越来越好 好心里通的繁华 先为该市的公营 嘉玉市是一个很有人文底蕴 而且历史非常丰富 人情味更浓的一个城市 在这一个城市里面 每一个人都很努力 那我们一直不断地努力 借由设计力 借由我们的故事的导览 那借由我们旧城创新生 让大家发现 发生了更多嘉玉市的美 嘉玉市的故事 今天我们来到这一个 现在新二通这里 这个二通已经不只是中正路 二通是一个区域 二通是咱以人的精神 二通也是我们台湾人 过去在这家满满的特色 一直不断的发挥 所以我们借由这一个城市的一个创生 创生的机会 让大家看到我们从地方创生的方式来走到 让大家发现这个二通的精神 二通的意义跟价值 它是独特的 它是不一样的 有所谓咱以人的在地的风格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场域的新生 让牧都的场域 让老店里面 它的传统产业 不断的创造新的生命力 跟一周透过 先里通三约创新 青年创新 在店家改造三个方向 搭配这一年 旧屋里跟老屋姊专家 撤回中正路里通的生活感 今年替了六个店家 都是青年老乡 跟班乡 再加上各个媒合专业设计团队 成功以设计立兵设计创新 跟其中希望透过 喜欢用点和深刻 带动旧生 创新的新务力 先订阅明镜 齐彩虹报导 嘉义市污水下水道 第一期六七标工程的爱工典礼 我想这也象征着 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央跟地方我们都努力 就是为所有的工程 或者我们所有需要做的一个计划 不断地携手合作 这才是人民之福 我想嘉义市 我们污水下水道 虽然起步比较晚 但是我们也在 极尽努力的沟通之下 大家真的看到了 它的优点 以及它的必要性 所以配合度 后面就比较高 那我们同仁也更看到了 在这方面不只是工程 更要有人文 所以在人文当中 大家能够把好的环境 给开辟出来 那这看不到的工程 比起什么都重要 也借这个机会 把我们的污水下水道的相关 我们再做一个优化 再做一个提升 我想让我们居民的生活品质 能够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防疫的工作随时是挑战 是严峻的 请感谢大家的同心 大家平安 健康 再一次谢谢我们所有的伙伴 大家的支持 大家的用心 我们相信我们一起努力 让我们早日恢复生活的自在 卫生习惯保持好 这可以让风险降到最低 愿大家一切很好一起加油